另一方面台北捷運是更方便了 因为南港站在昨天完工通车 现在从这个南港呢 可以直通到板桥和土城 坐到台北车站也只需要18分钟 列车缓缓使劲 板南县最绷一站 这里不是坤阳站 而是下一站南港站 看到现在才通啊 最近听到通车 立刻知道下午一通车马上就来 对对 台北捷運网络再扩张 新站新气象 南港站特别不一样 不管你向左走向右走 都能看到绘本作家吉米的大型壁画 大台北地区的民众生活也更便利 然后让我们台北国际化 南港不只有文化气息 未来还是三铁共购的车站 可以直通板桥土城 目前昆阳站到南港站正式启用 接着总长2.5公里 通到南港展览馆站的东沿线 预计99年底通车 往内湖机场 南港软体园区的内湖线 98年6月也要开通 今天我们在这里搭的捷运列车 是猫熊列车 大家看到我们这个捷运列车上有彩绘 未来这个彩绘列车将行驶在板南县 和南港正跟大家一起见面的 还有猫熊彩绘列车 想看团团圆圆的民政 未来可以搭这板南县的猫熊列车 看猫熊 记者将从上部加明台报道 台北捷运的南港县的南港站 在今天正式加入营运了 而首度亮相的就是大猫熊的彩绘列车 上面有团团圆圆的可爱模样让人惊艳 另外站内还有六幅大型的吉米的壁画 让乘客搭车的时候也能够欣赏到公共艺术之美 团团圆圆还看不到本尊 赶个猫熊热可以先来搭大猫熊彩绘列车 上面不只有卡哇伊的猫熊图案 还有台湾黑熊梅花鹿等台湾保育动物 小朋友看了一定很喜欢的 因为它很漂亮 画得都很像 一直到3月15号之前 大猫熊捷运都会在板南县南港站 和永宁站之间行驶 搭上首航的台北市长郝龙斌和议员们 也是一脸开心 好看的还不止猫熊列车 捷运南港站里有着大幅的吉米画作 不管是飞天模拟还是苹果大象 都让人看了眼睛为之一亮 来往的乘客心情也跟着飞了起来 也是地下铁的构图 然后就是这边就是捷运所以蛮搭的 南港站的正式通车 捷运版图再拓展一块 这也是郝龙斌施政两年的重要成绩 南港县通车以后 我们未来到台北市政府只要8分钟 到信誉区商圈只要8分钟 我们到台北车站只要18分钟 除了规律奇幻的画作带来艺术气息 未来它还是个三铁交汇的车站 南港站全线预计在后年底完工通车 会更方便民众转程 而台北捷运南港县今天正式通车了 从南港到市政府站今后只要8分钟的时间 而捷运南港站更受瞩目的是 全台湾独一无二的吉米画作 而且赶上了猫熊热 推出了Kawaii的猫熊列车 25号下午2点监狱南港站正式开通 从南港到市政府只需要8分钟的时间 到中校复兴13分钟 新链线到公馆站28分钟 甚至从南港要到动物园看猫熊 也只要半个钟头就能抵达 未来内湖南港到木栅也是可以一票到底 走进南港监狱站可以看到不少民众手拿相机赶着拍照 全是一位月台两侧长达62.5公尺的吉米画作 实在太强烟了 另外除了吉米的画作之外 民众有机会的话还能搭乘到猫熊列车 因为它画的都很像 然后都可以让大家喜爱 除了有小朋友喜欢的猫熊 另外像是台湾猕猴或是长宗山羊等等的保育类动物 也都要上了捷运列车 请为公共艺术品 我们也是从台南上来的 如果一上车就看到很羡慕 Kawaii的猫熊列车将会一直行驶到明年3月15号 民众只要搭乘捷运版南线 都有机会亲眼目睹这台独一无二的猫熊列车 自己就有蔡舞廷 李世龙 台北 蔡邦报导